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副骑车的变形机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28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套的镜像套装 Lodimus还有Sizewipe 镜像的洛迪温还有横炮 斯韦国 那镜像的玩具呢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都想脱坑 因为它的盒子实在是不好收除 而这款玩具呢 如果你拿到的话呢 强烈建议各位呢 从下面割开 从下面拿出来 你从上面割开的话呢 基本上会取不出来 为什么 它这里有一个斜坡 你从前面这里 是没有办法把里头的玩具拿出来的 这个所以就强烈建议各位 从底部来做一个开合吧 那这一次的玩具呢 非常非常的受到好评 那具体来说 它究竟好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就直接这样来看好了 先看这一款Sizewipe 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 它的奥德巴的标志是有一条伤痕的 然后前面也有一个狂派的标志 因为镜像世界 它的好人跟坏人是反过来的 所以它等于是舍弃了奥德巴的身份 加入了Depseptica 所以它是从坏人转变到了好人的阵营啊 这一道伤痕呢 可以说是完全让我呢 决定购买这款玩具最主要的一个加分点 那么Sizewipe这个模具呢 我在数年前 应该是做到大概1000级左右的时候呢 我已经强力的推荐过 它是我个人觉得最适合拿来推坑的 变形金刚的模具 因为它的变形非常的简单 造型来说的话呢 也兼顾到了车型跟机器人 完全都有照顾到 各方面来说 特别像这个变形速度之快啊 会让人可以很轻易的呢 展示变形金刚的魅力给所有人看到 而它除了特殊的国派的狂派的转换之外 它还附带了一个应该是目标战士 它是个小型的飞机 然后呢 这个涂装的话呢 黄色非常的显眼 有点像是旋风忍者队科学小飞侠2号的那个赛车的这个座机啊 那这个应该是很老的玩具就已经有附带的这一款了 它后面还有一个类似于是这个机箱 还是什么喷射器的东西 它本身呢 除了单独是一台载具之外呢 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size swipe的一个车辆呢 做一个简单的小合体的 只需要呢 把它的这个角的话呢 前后做一个对调 这样子 原本扣在下面的 我们把它翻转到上面来 就可以完成它的一个简单的变形 这样一来之后呢 下面就有一个凸 把这个凸亮出来 就是准备结合了 对不对 笑什么 这很正常的嘛 这样子 它就可以跟这个车子呢 做一个组合啊 尽管可能看上去有点蠢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玩法 而在这个形态下呢 它也可以跟这个机器人的手臂呢 做一个盾牌的一个展示 然后呢 我们这一款size swipe身上的话呢 还有一些多出来的配件 这个配件的话呢 我们都能把它给拿掉 给各位看一下 它在纯载具的情况下呢 就是这样啊 非常干净啊 造型的话呢 有一点点 这个地球上的Lamborghini 又有一个外星感觉 而这个地方伤痕内部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像是机械零件的刻画了啊 这个模具的优秀的话呢 本身呢 已经不用我再多做说明了 另外一款的镜像Rodimus 则是非常优秀的 应该是86号系列的Voyage Class的模具 对它是一个V级的玩具 但是这一次它跟Deluxe等级绑在一起的话呢 我的入手价格吧 台币是1400多块钱而已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划算的价格啊 那么它身上的配件的话呢 上面的是一共是一把两把枪 加上一个电锯 还有两个火焰特效之外 它有另外附一把小枪 还有一个有发光特效件的领导模块 这个我们暂时就先不展示它啊 就单纯这样看 以车子的形态的话呢 你这样子放还勉勉强强算得上是可以吧啊 而这款模具也是很优秀的86的模具 甚至一度把被认为是一个Voyage Class 近几年以来非常非常有良心的一个诚意之作啊 把它压密合一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是调整不来啊 反正就这样子啊 那它的一个呃 这个视觉上的感受呢 已经非常接近Mesterpiece 应该是28号吧 如果我记错的话 各位给我更正一下 Lodimus的一个呃大师级别 两个非常的接近啊 这变形的话呢 就更加简单 更加利落 两者的话呢 都很好看 这一款这个镜像配色的话呢 则是在这里的啊 直接把这个火鸟的话呢 对吧 是火鸟吧 好吧 火焰而已 这个里头的一个标志的话呢 变成紫色的一个奥特巴的标志 然后这些火焰的一个线条做的更加更加的有侵略性 车窗呢 也变成了所谓的一个 应该是报应色吗 报应系的这种黑红的一个组合了啊 那特效件的话呢 也变成了是红色的一个喷火的零件 那滚动性的话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这个滚动性都是不用怀疑的啊 那这个模具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 这一个套组的话呢 我个人是以台币不到1500的状态下入手 是我这几年吧 可以算得上是我觉得最划算的组合包之一了 那我们呢 就来示范一下他们的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一款镜像的size wipe 两侧的车门打开 手臂的话呢 挑出去啊 从这个地方翻出来 这款玩具真的变形是非常舒压的啊 两侧这个面板可以盖下来了啊 再来脚底的这个部分打开 然后呢 从这个地方把它撬开来 但是整体模具的话呢 还是比起最初的版本的话呢 还是略松一些些啊 甚至有点疲软一些些了啊 一些些了啊 然后两侧打开盖回去 然后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前后错开的 不要两侧直接白开啊 温柔一点啊 请前后错开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挑起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整个面部的话呢 给露出来了啊 盖上去 我刚已经转过腰了吗 哎忘记了 腰动来动去都忘了啊 好的 那么呢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啊 这个不到30秒就把它完成 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应该 但是呢 在变形 对不起 它倒下就在变形玩具的时候呢 我倒觉得吧啊 这个速度的话呢 乐趣性 而且它完全没有冷场啊 身上的大部分的零件呢 都参与的变形 是非常非常赞的啊 那我们把它的配件的话呢 全部都给装上去啊 有各位看到它的一个完整的形态 这个镜像的side swipe 而它刚刚的这个panner呢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以盾牌的形态 出现在它的手边 OK 非常漂亮的一个造型 啊 一样很强眼的一个 这个应该是自己把它去除掉 就像是这个jetfire呢 电影的jetfire 把自己的这个派系刮掉 然后换上新的派系一样啊 面雕的话有点有趣啊 我觉得它头上这两个黑点 这整个像熊的一个头对吧 像熊猫一样的感觉 比如真天的几分可爱的感觉 那模具的话呢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手臂三度零度的转动啊 平举啊 额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90度 脚前后侧踢啊 接地啊 腰转 重通都是有的啊 所以说呢 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好的模具 再加上一个 非常有噱头的一个改模了啊 强烈的推荐啊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跟原本最基础的模具 两个做个相当的对比啊 我还是要提一下 这一款是种雅光的这个红色啊 哇 红色到现在来看 我还是觉得真的非常非常舒服啊 那玩到这么有趣的话呢 而且是相当有质感的玩具呢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啊 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镜像Lodimus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这武器的话呢 将它给取下来 特效件呢 全部取下之后啊 第一个变形步骤呢 我的习惯吧 先把这个地方啊 这个啊 排气管这个部分呢 先把它给松开来 这个地方 它是上下有一个卡扣的松开 松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先把腿部给变完 腿部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啊 往两侧掰开 因为它这个里头的话呢 这个地方你看到啊 这个这一处啊 这里是两个凸在这里啊 它是扣在这里头 所以我们把腿往两侧掰开 掰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将腿部的话呢 这个地方往两侧掰开一点之后 这里的话呢 就可以分开 分开啊 这个玩具整个都黑的啊 可能看着不是很清楚啊 然后呢 从这个地方把脚给搬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将脚底板翻出 然后呢 我真的整个都黑啊 镜头里头看起来非常的 嗯 可能不是很清楚啊 我现在把这个光的话呢 给打足一点啊 然后这个地方一样的啊 这里翻开 然后呢 将腿部 伸直 脚底板 从内部翻出来 这个轮胎折进去啊 这款在变形的时候呢 可以感觉到关节还是非常的紧实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头部 从这个地方翻出来 将它的面部呢 给翻出来啊 好 推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上面这一块部件挑起来 挑起来之后呢 把两侧这个面板给收进去 再把它给 哎 先不用盖吧 先翻到这里 然后呢 把这个两只胳膊的话呢 先打平一点点 我们把这个整个上半身这里 做一个大回旋 在这个地方 回旋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盖起来 将它给收纳到 这个身体的内部去啊 从这个地方 这里把它给盖下去 地方给盖下去啊 我刚撞到镜头了啊 不好意思 那手臂的话呢 比较简单 这块部件呢 只需要去旋转一下 它的一个脚 喷喷 喷喷了啊 这个 没想到是这里喷了啊 这个地方旋转一下 到这里 盖上去之后的话呢 后面这里有一个凸跟奥的结合 把它给扣上去 它这个玩具在变形的时候呢 手啊 是不用收进 小臂里头 收进小臂里头的 那个机构的话呢 是为了方便给我们用这个 搭载 它的一个 一个武器用的 那后方的这个 部件也是要旋转180度 腰部也在旋转180度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一款 镜像的 Lodimus 就变形 完成了啊 那我们直接拿出原色版本 做个简单的对比啊 可以看到这一次最明显的 就是它的一个大腿变成了银漆 这个质感算是提升了很多啊 面部的话呢 也是上了银漆的部分 那么其他的部分呢 黑色吧 就是感觉会比较帅啊 一黑遮白丑啊 这个在机器人身上是非常非常 可以认可的一个道理 那领导模块的话呢 也变成了一个红色的特效件 那么它的一个墨镜的话呢 一样是有存在的 只是呢 基于这个 这个黑红配的原理 它就变成了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眼镜啊 戴上去之后呢 我觉得好像反而没有那么帅啊 这个原色版本是戴上墨镜比较帅 但这一款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视觉下 我看上去好像变成是一个 咪咪眼的一个色老头的样子啊 可能是 可能是各方面吧 我觉得吧 可能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一个红色 眼珠子的红色 跟这个镜片的红色的话呢 接近的程度太多了吧 虽然说它也是蓝对蓝 但是感觉反正 我觉得它还是不戴墨镜 好一点点 然后身上的关节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实 这一款呢 这个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这一款 我把玩次数比较多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两者相比较起来 这款黑色的紧实度 似乎再高一些 还是说它有上银期的关系呢 那这个领导模块握上去很简单了 你就把它勾在这个拇指里头 就可以拿得非常的稳了啊 那我们先把它的人物给稍微站立一下下 站稳一下啊 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也变成了是红色的啊 那么它身上的其他几个配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武器的话呢 两把小枪 如果你不愿意拾在手上的话 就是可以把它背在后面 那背在后面的话呢 你当然是可以把它轻松的拿下来 然后握持在手上 那握持力度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紧的啊 那么呢 它还有另外的 另外一把小枪 我熟悉了 我记得应该还有一把 然后没关系 找不到就算了 它的这个火焰的这个特效件的话呢 这个时候也可以变成是一个特别开枪的特效 这个玩法的话呢 就是真的是比较多啊 那么另外的话呢 它的手臂啊 两侧的手臂是可以在 这个再做一个简单的小变形的啊 这个翻出去之后 两手的变形之后还是不太一样啊 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装置 倒勾的 那另外一侧的话呢 翻开 给各位看一下啊 翻开 拳头要握紧 转出来 这边 这里把它给扣上去 它的话就是可以跟这个电钻做一个组合 那这个电钻在扣的时候 非常的紧啊 我要用力的督进去 才能够督得进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配件也给弄上去了 总体来说吧 这个玩具的配件量也够多 模具也很优秀啊 各方面来说 都是属于Voish Class的前段班 然后配上这一款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的的Lux等级的玩具 这样子来说的话 这个配件包 我已经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不下数字的称赞他们了啊 我自己是很推荐的 尤其是我的入口价格 感觉CP值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啊 今天是礼拜五 那么我明天后天呢 我仍会外出 我会去台北的那个花博 有两天的漫长活动啊 我会跟团队朋友一起上去行动 预计我行动两天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应该是礼拜天的晚上啊 不过呢 我已经预录了一两集的短的节目啊 所以说六日的话呢 我还是会保持更新 不过那个都是事先已经录好的了啊 那现在是礼拜五的中午快十一点左右了啊 先祝各位这个周末假期愉快 期末考 期中考期间的朋友们的话呢 也祝你们考试顺利 今天就给各位请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